5间总结环节先看内地股市 受到人民银行再次上条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 今组内地护心粮市低开,其后走高 上证指数半日收报3,058点升8点 深圳城市升34点报13,000点 护心300指数升2点报3,361点 转看港股,港股连续第三日下跌 大市低开30点,恒生指数开始跌穿24,000点 半日收报24,045点 升了34点,成交有348亿 国企指数升41点报13,574点 看外蓝筹股 背控83.1没有升跌 中移动73.05先升3号 中国银行4.041升3先 工商银行6.061升7先 建设银行7.4无升跌 港交所182.9升1个1 新地123.7跌6 长实128元升3号 中银香港24.9升5先 中银售29.45跌5先 中海游19.44跌1号4 中实8.8无升跌 中银行7.42跌9先 中海游16.16跌3.2 腾讯201.2升4号 中观看,蓝筹股是个别发展 百例编号1880 金组层跌2% 地产馆偏远 新地编号16层跌1% 另外,银行上入宣布 上条存款准备金率 农刊编号1288层跌1% 而内房股收押 中海外编号6800 怀孕置地编号1109层跌1% 看完大市之后 以下时间交给Anita 谢谢 谢谢Sandy 先讲讲我新美嘉宾 来自要财证券研家部的高级分析员 陈维冲先生 Jason 你好 Anita 你好 不如讲讲市场 其实都挺刺激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一开市之后 曾经跌至174点 到10点开始 看到市场慢慢向上升 曾经升137点 收市升37点 24,045点 上周五也是这样 升跌跌 今天也是这样 最近市场是否完全没有方向 最近大家都可以用四个字去形容 港股都叫做好淡增持 基本上今早开市的时候 淡 然后资金捧回市场上来 就是好 但是到中五收市之前 亦都见到的升幅显著收窄 说到尾 其实近期来说 市场对于港股来说 都真的没有画过很明确的方向 因为始终现在我们正在影响 港股来说 有很多因素 包括看外围方面 都见到美国近期出的业绩方面 无论是银行股 又或者甚至乎是连一些科网 包括Google 都在上周五的时候 出了一个首季业绩 都是令到市场很失望 都令到个别股份的沽压 是比较大一点 所以接下来 当美国的业绩 继续出来的时候 都令到市场都会有个担忧 究竟那些业绩 都会不会同样令人失望 甚至乎令到美股 会进行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调整 第二方面 看到一些国内收紧银金的政策 包括说上周出现通胀数的5.4% 創造了近年新高的数字之外 去到上周五 周六 中央方面又再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 虽然你说到这个存款准备金率的调升 都算是之前市场预期之内 还有目的都希望 回收一些过剩的流动资金 还有说今个月 其实本身到期的央票 都有成是9千亿 你说真的要再调升存款准备金率的 这个做法 可以说是理所当然 和不是很负面的影响 但是始终你说 国内方面 两个星期之前才加完息 两个星期之后 又再调升存款准备金率 整体收紧银金的步伐 都比之前市场预期中快一点 和早了一点 所以这些因素 亦都令到股市 不能够有个突破 最主要的原因 那看回图表方面 看到现在恒指 都是大概23,800至24,200 最近这五个交易 都在这个区间上行走 亦都是好像今早所说 上周初的一个 所谓比较大型的下降裂口 至到24,150点 至到24,300点 左右的这个区间 暂时都还未能够保得回 那即是接下来 是主导后市很淡的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 就看回这个跌位 这个裂口 能不能够可以 及早修补回 如果你说到今个星期三之前 都不能够修补回 这个裂口的话 其实大家都要留意 大市有机会向下 就进一步调整 相反地 如果你说可以修补到 这个裂口的时候 我相信 大市向上破顶的机会 都比较高一点 而一个比较中善的目标价 可以看回上去 上年11月份的高位 厌4,988点 内地方面 宣布调升 准备金领去0.5% 看到今天内银股 好像已经消化了这个消息 没有太大变动 一起看看收市的表现 健康没有起跌 做7.4 工商银行未升7仙 做6.61 升幅有1% 中国银行升3仙 4.41 而农业银行跌4仙 4.61 看另外几只内银股 交通银行升0.84% 8.44 招商银行21.4 中上银行5.65 升1仙 民生银行跌3仙 7.58 从农行方面跌7仙 5.24 又再调高存款准备金率 去到20.5% 这个历史新高 问一下Jason你的意见 其实好像我刚才所说 这次调升存款准备金率 其实都有一个比较大的目的 就是回收一个过剩的流动资金 什么为之过剩流动资金呢 就是说到4月底之前 即将到期的央票金额 就会去到8千多9千亿 那么多 如果你说本身这些央票到期而 你又不再出招去收紧这些银行的时候 那也都会令到整个市场上面 就是多余的钱就会是特别多的 亦都会另一步 会刺激到通胀 会再上回来 那所以你说今次 去调升这个存款准备金率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 收紧这个钱 就说收回 就是说三千多亿那么多 那对于这些内银股来说 你说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打击呢 我相信影响一定有的 但是整体来说 我相信 就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打击 和这个所谓的消息 都已经是之前市场的预期之内 所以大家都看到 今天的内银股方面 其实走势方面 不是叫做一个很大的影响 甚至乎个别的银行股 都还是有一个比较轻微的升幅 所以暂时来说 我觉得今次的调升存款准备金率 对于大市来说也好 又或者对于那些内银股来说也好 都未必说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好啊 都看看内房股今天的表现 表现叫做国二 表现得最好的就是 雅居乐3383 升3.6% 收报13.28 看看其他的收市表现 中国海外就跌接近2% 16.16 华元之队都跌接近2% 14.32 碧桂园跌0.47% 是做3.42 世贸房地产跌1.2% 11.44 富力地产就升1.6% 11.48 看起来 雅居乐刚刚说过 升接近3.6% 合景泰府方面 跌1.66% 5.91 远洋地产跌0.84% 4.71 恒大地产跌1% 5.19 月售地产跌1.67% 跌1.78% 看见内地50个主要城市 楼价按月都可以升 大概会摇一些 十分钟 有一定的 非常强烦 今天整个烈七статочно 可让不是 Tina 内房企业的资金成本都会有越来越大的压力出现 如果本身是一些负债比较高的内房企业来说 我都建议大家应该先避一避 因为始终你面对整个加息周期资金收紧的时候 高负债的企业来说都一定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我都觉得整个内房板块是很个别的 如果说一些高负债来说都应该要避一避 这个板块都是要选股 谢谢Jason 也要Jason申报一下 刚刚说的股票有没有持有 是没有持有的 好 放一会儿 放一会儿下首1点半继续我们要财财经台直播的节目 1点半再见 拜拜